相信现在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 很多人都离不开微信 即使工作不用微信 和家人联系也不得不用 尤其是家里有老人 虽然Telegram和WhatsApp都很好用 但是给不懂技术的老人配置代理 还是很麻烦的事情 一旦代理出现问题 又不知道如何解决 在这种情况下 微信似乎成了唯一的沟通选择 大家不愿意使用微信很大的一个原因是 数据审查 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 那么如何才能绕过数据审查呢 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 微信还有一个海外版的WeChat WeChat是和微信分开运营的 所属公司和数据处理 以及隐私条款都是不同的 比如欧盟地区的WeChat 数据是储存在荷兰 受欧盟法律法规监管 非大陆地区的WeChat数据是储存在新加坡 受新加坡法律的监管 所以我们可以选择把微信 换区到WeChat 这样我们的通话数据 就会从中国大陆 被转移到境外的服务器 受境外法律的监管 同时微信换区变成WeChat 之后 我们还可以解锁两个非常实用的功能 这两个功能分别是苹果手机的Clockade 能拨打全球电话 费用便宜的简直不要钱的WeChat Out 接下来大家可以拿出手机 打开微信 跟着我的视频一起操作 那我们开始吧 因为我们转移微信区域的时候 会进行数据服务器的迁移 在迁移的过程中会有不确定的因素 可能会导致聊天记录丢失 建议大家先进行备份 然后再进行迁移 这样万一数据丢失 我们直接从电脑端进行恢复就可以了 备份的方法很简单 我们打开电脑版的微信 点击左下角的备份与恢复 选择备份聊天记录到电脑 然后打开手机微信 选择备份全部聊天记录 备份成功之后再开始继续操作 我们先打开微信 点击我选择通用 我们可以先点击关于微信 点击下面的隐私保护条款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是微信隐私保护协议 等我们更改成功之后 就会变成微信隐私保护协议 好的 我们继续点击账户与安全 点击手机号 选择更换手机号 在这边输入国家代码 我这边用的是google voice 直接选择加1美国 下面输入自己的google voice号码 接下来会提示微信切换为wechat 这边需要注意一下 如果切换为wechat的话 这些功能是不可用的 如果觉得没有问题 就同意协议 点击下一步 选择一下生日 这个生日设定好之后 是不可以修改的 好 然后看一下wechat的服务条款 这边需要注意一下 wechat和微信是根据你的手机号码 来确定你的所属国家 如果说你绑定的电话号码 不是位于英国或者欧盟地区国家 或者说中国大陆的其他地区 它所属的公司是wechat国际 地址是位于新加坡 但如果说你绑定的地区是英国欧盟国家 它所属的公司是腾讯国际 地址是位于荷兰 你的所有数据也是存放在荷兰 确认没有问题之后 点击下面的我已经阅读 并且了解上述的内容 点击下一步 好 下面是阅读wechat的隐私政策 我们切换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 wechat的数据不是存放在中国大陆的 比如我使用Google voice 切换到美国地区的话 数据就是存放在新加坡的 欧洲地区的数据是存放在荷兰 相对而言数据安全会更加的有保障 而且如果你切换到欧盟地区的话 在朋友圈是看不到广告的 另外wechat和微信之间是互通的 完全没有任何使用上的障碍 这边我们输入收到的验证码 点击提交 提交转移成功之后 我们就会回到聊天界面 这个时候我们暂时在外观上 看不出有任何变化 但是我们到我 设置 关于微信 隐私保护 具体点开就可以看到 我们这里已经变成wechat的隐私政策 说明已经转移成功了 如果说你这里显示的 还是微信的隐私政策 说明是没有转移成功的 另外有的小伙伴反馈 在输入验证码之后 会出现这样的错误提示 说不能转移 目前我操作转移了三个微信 账号都是中国大陆的 其中两个成功 一个失败 失败的那个账户也是出现这样的提示 我猜测主要原因是 这个账户刚注册没有多久 另外它的使用频率也不是很高 可能在微信会认为它是风险账户 突然登录 突然就要转移号码 可能会有盗号的一个风险 所以说会限制转移 可能的解决方法是 最近几天去频繁使用这个微信 再过几天尝试就有可能会成功 我这边也会继续去尝试 如果成功了之后 会在我的频道分享给大家 当你转移完成之后 过几分钟 你的微信就会被系统强制登出 看到一个提示 数据迁移已经完成 然后我们重新登录 就可以正常使用微信了 其实到目前为止 我们微信换区最重要的一个目的 就已经实现了 我们目前的数据 已经转移到了境外的服务器上了 这样我们的数据安全 就会有一个很大的提升 接下来介绍一下 微信变成wechat之后 我们会解锁的另外两个功能 第一个功能就是call kit call kit是苹果推出的一个通话的API 通过这个API 我们可以像接电话一样 接听微信的语音通话 这个功能 苹果早在2018年就推出了 国内的微信也曾经适配过这个功能 但是在这个功能推出两天之后 就被工信部叫停了 原因大家自然都懂的 截止到目前这个功能 微信仍然无法去使用 而通过上面的操作 微信变成wechat call kit这个功能 就会自动开启 不需要我们进行任何的操作 功能开启之后 当我们收到微信的语音来电之后 就会有个系统级别的提醒 接听微信通话 就像接电话一样变得非常方便 也不太容易会错过通话 而且在系统级的通话记录页面 我们也可以看到微信的通话记录 而且也可以直接点击通话记录 来回播微信语音 非常的方便 另外一个功能就是微信电话 我们转移完成之后 点击发现就可以多了一个wechat out 就是国际电话的功能 我们可以直接给它充值进去 然后以很低的费率来拨打全球的电话 这个费率有多低呢 我们可以点击充值这里看一下 比如你充值0.99美元是差不多6块多7块不到 就可以往美国打123分钟的电话 这个费率简直就和不要钱一样 而且它现在充值还有送话费的活动 另外它还提供了一些语音套餐 比如说0.99美元 三天内可以往中国打150分钟 我们可以直接点击费率 看一下常见目的地的一些费用 另外我们也可以点击右上角的三个点 选择帮助与反馈 可以在这里看到一些常见的问题 比如说我们充值的这些花费有没有有效期 其实花费是永久有效的 另外也可以拨打美国的一些公共电话 比如券商银行公共电话是免费的 但是并不是支持所有的公共服务电话 其他的一些问题大家可以自行了解 我就不重复再介绍了 我们如果没有充值 WeChat Out是不能打电话的 充值的方法很简单 直接系统上电内购就可以了 充值完成之后 我们就可以拨打全球任意国家的电话 比如说我这边可以拨打一个中国的手机 中国手机看到来电显示的号码 就是你绑定的Google voice的电话号码 以上就是微信换绑境外手机号码 转移成WeChat的操作演示 以及功能介绍 希望能够帮到大家 如果大家在操作的过程中 有什么别的问题 可以在视频下面给我留言 我看到会第一时间回复大家 如果觉得本期视频还不错 欢迎点赞订阅加分享 这会对我有非常大的帮助 也会鼓励我做出更多的视频 帮到更多的人 那我们下期再见